好了 我现在示范一下 怎样鼓励人 侍奉神 其实我很多时候 你怎样想到 怎样鼓励人 你的想法是 神做了什么事情 神的信义是什么 他的计划是什么 他做了什么事情 成就他的计划 然后他希望 我们怎样 进入他的计划里面 我看 其实我看人生 都是在神的计划里面 如果我用 这个代表神的计划 这个代表神的计划 有些人是抓住神的计划 我要尊重神 侍奉神 这些人就是在神的计划里面 非常重要的 因为他们会 将神的计划成就在地上 越将神的计划 成就在地上的人 神就越喜悦 神就会成就 在他生命中 成就伟大的事情 所以我们作为 侍奉人 我们不要想 我怎样在教会里面 做童工啊 我怎样做这个传道啊 那你就是想 我怎样做 我怎样做 但如果我们是说 神有个计划 有一个计划 我怎样 将神的计划 放进这个教会里面 我怎样被神使用 这种想法是 活动性的想法 从神的角度 我形容一下啊 我自己看 生命是用神的角度 看人生的 很多人看人生是怎么样的 他会 他会说 啊 哇 前面有很多困难啊 啊 有啊 这些人啊 这些麻烦啊 看前面就好像有高山啊 有低谷了 很困难很困难 很多 看人生是这样的 但我看人生是怎么样的 我看人生是 神在上面看 我们医生人 他已经掌握了 他掌握整个生命 当我们愿意走在神的路上 神的记忆的时候 他就会 将他的计划 成就在我们身上 所以我 我对神是很放心的 我也是用神的角度 看我的生命 我用神的角度 看我的生命 我不是用我的角度 看我的生命 如果有人 有些传道人是这样想的 啊 我怎样可以啊 更有能力了 我怎样可以帮助更多人信仰 怎样可以建立教会更大 他是想自己的角度 这个的确是很多传道 其实他们是有心的 盼想我怎样 做到一个好的传道人 但如果他用神的角度 神啊 你有计划 你在这个教会 你在这个社会 有你的计划 神啊 我怎样进入你的计划 被你使用 你就成就你的计划 不是我的计划 因为我的想法 是我的想法 因为人很低微 我们想不到整个天国 神在整个世界 如果这个代表神的世界 创世到耶稣回来 在整个世界的路程 他有他的计划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这个计划里面 有分 但有些传道 他们想做他们的事情 他们也有一部分是跟神的路 但有些部分是成就他们的心意 所以不是在神的计划里面 所以有些时候 基督徒和侍奉的人都可以去 拦住神的某些工作的 因为他们不是看着 整个天国 我怎样 让神在其中成就他的计划 好了 先刚才我去解释一下 我对于 生命和神的计划的看法 我看 人最重要是走在神的计划里面 不是每个都做传道人 但平行徒也有他们的 他们可以影响人 可以将神的计划成就在地上 平行徒也可以的 不是每个都去做传道的 当然更重要是 传道人怎样看神的计划 也相信神的计划 我进入神的计划 就必定是最美好的旨意的 好了 那我现在示范一下 怎样鼓励人去侍奉神 我会这样说的 神创造世界 祂知道人类会犯罪 祂有这个救恩为我们具备 神在整个世界 祂的目的是什么呢 祂的目的是拯救更多人 更新更多人的灵命 祂有祂的策略 其实如果从初期教会开始 人跟从神的策略 就好像在五旋节 他们被圣灵充满 带着神的能力 他们的司法就很不同 很不同 但后来教会不是这样 因为被罗马帝国影响 罗马帝国让他们有些领袖 做主教 后来做教王 所以就远离了神的计划 但我们今天 我们在过后的日子 神有一个计划 祂要成就祂的计划 这个计划是普适的 祂要拯救更多人改变这个世界 所以当有人说 神啊我愿意被祢使用 我愿意进入你的计划 不但是说 我愿意做这个教堂的牧师 传导 你有这个心没有错 你想做传导没有错 重点是 你想做你的侍奉 还是说 神啊我愿意 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 如这移动在天上 如果你有这个心意 神看着你就喜欢 这个人以我的计为念 他想着我 他想着神的计划 因为神的计划是全辈的 人的想法不是全辈的 其实以前 我起初做牧师的时候 后来我听到有人教导说 在西风有策略 我当时听了不明白 什么策略了 牧师每个星期是怎么样了 讲道了 教主日学了 训练人了 传福音了 探访了 每个星期都是这样 什么策略 我当时不明白 每个星期我都做差不多事情 什么策略 后来我明白 我经历圣灵充满策略 明白 因为圆 每个教堂 每个教会 有不同的程度 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程度 有些 软弱的 有些愿意被神改变的 有些是热心的 我们从神领受 神啊 你在这个教会里面 你的计划是什么 当我们领受神的计划 怎样心 帮助这些软弱的人 刚强起来 怎样有力量 然后帮助这些有心的人 改变 让他们的心里面 留意到 原来是感动 我有心 对神的天 我有心 原来是神在不停的带领我 就想象 我们就是这个小孩子 我们知道 不知道神在做过 但神去带领 你向这个方向去了 去了 去了 很多人没有看到 没有看到去神带领 我们好像带领小孩子 你向前走了 这个方向 你跟我的方向 他们没有去神做的 没有看到去神做的 所以他们就是 随意地做着这个 做着那个 就是随意地做 这些事奉 那些事奉 没有一个目的 但神在带领他 你怎样可以兴起 拯救一些人 怎样兴起一些人 怎样训练一些人 怎样某些人是更被神使用的 这些人是伪圣的 他好像十二门徒 伪圣跟从耶稣这样 这个是在耶稣的事奉 他也是赚注在一些 有心的人身上 但我们明白 神原来有这个计划 当你有心 你说 我心有感动 我想事奉神 其实是神推动你 神在带领你 神捡选你 你会不会回应神 当你回应神的时候 你就进入这个计划 你每一天的路会 越来越高 你的层次越来越高 你被神大大使用 你的生命会被提升 你想不想 还是你想 啊 谁意啊 我去赚钱啊 找一个老婆老公啊 生孩子了 就是你的生命 是不是就是为了这些 还是你说神啊 我愿意被你使用 当你愿意被神使用 而且 而且你是说神啊 我要进入你最美好的旨意 神看着你就喜悦你 就好像他喜悦大卫 他很喜悦大卫 虽然大卫犯了罪 但他真心的悔改 他喜悦大卫 这种亲近神的心 对神也很有 很看重神 他说有一件事 我曾求告耶和安 现在还曾求告 就是住在耶和安殿中 占染他的荣耀 就是付求他的名 就是说 大卫有这个信 常常在神的存在 他也相信神在 常常带领他 他说你在我前后 我安守在我身上 他看到神陪伴他 他对神的呼应是非常强烈的 有人对我说 我要去耶和尔殿 我就欢喜了 他就很欢喜了 我们要去圣殿了 阿里雷 这个 这是大卫 大卫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他很想为神做 建造这个圣殿 但神没有允许他 没有允许他 他说你的儿子要建造圣殿 大卫没有发路 反而他为神预备 他圣经里面说 他在困难中 为神的殿 预备很多金银铜 很多的材料 是在困难中 预备这么多的材料 而且是他 在亲近神的时候 神启示他这个圣殿的模式 告诉他圣殿是怎么样的 所以大卫是成就 神在当时成就的计划 虽然他没有建造这个圣殿 但其实他去做 所有的预备的工作 这个就是一个和神信义的王 那你想不想做一个和神信义的 基督徒或者是侍奉人员 神就很喜愿 你说神啊 你带领我的 但我们领受感动 每一次神感动说 你关心这个人了 你更多亲近我了 你从神从我得利的 你怎样鼓励其他信起来的 你怎样带着能力侍奉神 你怎样宣告神的恩典 你领受到神在你里面的感动 你就说感谢神啊 我就是这个小孩子 你现在带领我 你在带领我向前走 你在带领我进入这个最奇妙的计划 你想不想 我现在就是用圣经里面的 恩典鼓励人 也是鼓励人进入最高度的计划 不但是仅仅做一个传导员 不但是每个星期做要做的事情 而是说神啊 这个人在家庭里面 你要怎样使用他 求你帮助我 带领我 我怎样去帮助他 另外一个人 他是怎么样 他是怎么让人告诉我 让我带领他 如果我们都能够领受的话 能够看到人就说 神啊帮助我 兴起这个人 我看到这个人被神感动 很多人说 我有圣灵的感动 我们可以教导 圣灵在你内心的感动 每个人都有的 最多的感动是什么呢 叫我们悔改 每个基督徒都感受的 犯罪的时候很不舒服 这个是圣灵的感动 然后圣灵会感动我们 读圣经啊 祷告啊 尊重神啊 帮助某一个人啊 我们多讲神的工作 怎样感动人 你有这个感动 可以告诉我 可以分享 神感动你 这个就是神要怎样带领你 使用你 其实我告诉你 我自己做牧师 我是从来没有 做梦 或者是听到声音 说你要做牧师 我从来没有听到这个声音 也没有这个梦 但我就是有这个动力 我看到教会里面的人 我就说 这些人是不是 每个都清楚有神啊 清楚信耶稣了 我看到我同学 我的家人 我都想到 他们是不是 怎样向他们传福音呢 然后 后来我就想到 这个世界 很多人都不知道神 我很想告诉人 我就告诉人 神的恩典 我就说 神的如果是你的旨意 我愿意扶序你 这个 其实 当时我不明白 我以为是我 我有这个心 我现在明白 其实是神 推动我 带领我 所以我们可以 在教会里面 更多分享 神的感动 神的带领 每个基督都有的 感动人 悔改之罪 感动人 尊重神 感动人 读圣经 亲近神 饶恕每个人 怎样去帮助某一个人 怎样帮助 参与 侍奉 很多人都有 这些感动 你就告诉他们 这些感动 这是神作为 神的作为 神在带领你 你就欣赏神的作为 你说神的真好 你在 我心就做工了 你在带领我 我愿意被你带领 我愿意 跟从你 这些人就慢慢被神 带领 进入不同的 侍奉 我们也可以带领他们 训练他们 刚才我去 鼓励人 侍奉 也去配合 昨天我讲到 鼓励人 提升人的灵命 提升他们的 侍奉 愿意侍奉 这是今天所讲的 也是这个鼓励 用不同的恩典 鼓励人 好了 另外的方法 可以有不同的方法 鼓励人 持统神的 神看着世界上的人 很多人 大部分人 都是沉沦的 神的心里面 很伤痛 很伤心 他看着人 要沉沦 我尤其计算过 就是好像 一秒钟左右 就有一个人 进入地狱 或者是更多的人 我忘记这个数目 很多人 每一秒钟 每一分钟 不停地进入地狱里面 神看着这些人 他心里面 是非常地伤痛的 他也看到很多 在教堂里面的人 他们虽然去教会 但其实他们是 没有真心地 悔改 信靠耶稣的 心里面 神的心里面 是很伤痛的 他很想拯救 很多人的灵魂 但现在去讲 人的问题了 我曾经去很多教堂 问他们 你们有多少人 曾经向人传福音 大部分人都举手 曾经传福音 好了 这里有多少人 曾经向十个人 传福音 举手的人就少一些了 这里有多少人 曾经向五十个人 传福音 举手更少 我就说 为什么呢 差不多每个人 都有向人传福音 为什么 向二十个人 传福音就少了 五十个人就少了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人 传福音的时候 就失望 就 他不信 他不信耶稣 传也没有用 也怕 我传了 他们不信 他们就不喜欢我 拒绝我 所以我怕传福音 所以很多基督徒 曾经传福音 为什么呢 是神感动他们 神推动他们 每个基督徒 正信主耶稣 都必定有这个动力 去拯救灵魂 但当他发觉 不容易 当他发觉不容易的时候 为什么呢 人会拒绝 耶稣也说 进入城轮 这条路是大的 门是矿的 很多人进去 但进入永生的路 是少的 进去的人也少 所以我们传福音 无论怎么 有能力的传道人 也许很多 大部分人都不信耶稣 因为人只是不信 但神 很想使用我们 因为神不能 伸出他的手 从天上 要拯救你 我要拯救你 神不会从天上 拯救人 他使用人 去拯救人的灵魂 但你愿意说 神啊 我看到你的伤心 你怎样爱我们 为我拆遣耶稣 为我死 这是很大的爱 你也感动我 带领我 保守我 多次我软弱 你都接纳我 你都饶恕我 你都提升我的生命 我感谢你 我真的非常地感谢你 求神帮助我 看到你的恩典 就说神啊 你很想人得救 你很想基督徒热信 但太多人 没有人向他传福音 太多基督徒 太软弱 没有传福音 请你兴起我 成为热信 传达的人 热信拯救灵魂的人 热信 复兴人的灵魂的 的传达人 我愿意侍奉你 你这样说的话 神说 我喜悦你 我喜悦你 我欣赏你 我分享一下 我有机会 有机会的时候 例如打地的时候 在打球的时候 无论什么人 我有机会接触 我都传福音 然后他们有些小说 我是基督徒 我会听一听他们 与神的 你觉得神怎么样 对你好吗 他们分享 但有些 我可以看到 他们与神的关系 也有困难 就是他不是我的教会的 但我也会关心他 我感谢神 我因为放很多影片 在网上 我就说你在网上找 热幕序就看到 我的很多的影片了 他们就 就去找 可以帮助他们 我就 任何时间 我看到基督徒 我都会帮助他们的灵命 来到这里 我也说 你们有什么 某一方面 你想我帮助你的灵命 或者是侍奉 我很乐意去做 我很多帮助的人 都不是我的教会的 其实在网上 有不同人找我 不同国家的人找我 我们都可以有这个信 你愿意被神使用吗 你当你有这个信的时候 神就很喜悦 神就提升你 赐给你 使用的恩赐 能力 机会 供应 你的前路 必定越来越好 神 因为神喜悦的人 他必定为你开路 所以 我再说一次 再分享一次 这期老徐 有一次说 因为刚才 当时我病了 他说 因为徐徐 病得很严重 怎么办呢 然后神就说 我在他上面有计划 你不用担心他的 因为神有计划的话 他必定成就 他不会允许 这些人随意的被人伤害 被疾病伤害 他必定有他的计划的 我们就可以放心 我跟踪神神 必定为我开路 阿里路亚 感谢天父 好了 刚才我是用了两个方法 去鼓励人 去侍奉神 现在又用另外一个方法 你有没有看到 忧伤的人 担心的人 失眠的人 这个世界很多 不开心的人 家庭吵架的人 绝望的人 他们觉得生命是很痛苦的 没有盼望 圣经里面说什么呢 他是医好伤心的人 他是安慰人的 他是怜悯人的 所以人没有神的时候 很多人就会忧伤 不开心 有些人你说 他很有钱 看起来他不是低沉 他可能不是低沉 但他里面也有很多的 不开心的地方 没有神人 他里面都有很多 觉得困难 不开心 烦恼 有钱人 有钱人 可能在他家中 都很多的麻烦 很多的不开心 所以人都是有 忧伤痛苦 耶稣来到 叫忧伤痛苦人 等一句 安慰一切 悲哀的人 赐喜乐油 赐给我们 他是很小安慰一切人的 我们基督徒有这个能力 有神的同在 可以医好伤心的人的 你多祷告 你也有能力 如果我们看到人 你会人祷告 他们就经历神的工作 你可以被神使用 去安慰很多人 你看看外面 很多人都很痛苦的 你愿不愿意被神使用 去安慰他们 你有这个心 你多亲近神 神就这样力量给你 你就会有能力 有恩赐 你就会看到有些人 他们 你为了祷告 他们 不得了 因为他们的伤心 就走出来 圣灵将他里面 长的忧伤 他们就哭得很厉害 或者是感受安慰 感受从来没有过的 安慰和意志 这个是你可以带 带给很多人的祝福 安慰 你愿意这样做吗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神很喜悦你 神祝福你 这些人也很感谢你 他也会说 你所做的 为我做的 是非常奇妙的工作 你依据我的生命 让我看到生命有目的 让我看到生命 可以很开心的 有力量的 我们都可以在喜乐中 侍奉 因为我们安慰一个人 天上都为我们欢喜 我们就可以开心 感谢主啊 我安慰 神使用我去安慰这个人 非常的奇妙 哈利路亚 其实我现在是用不同的经文 不同的概念 神的作为 不同的方面来鼓励人 释奉神 感谢天父 荣耀归于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